大家好 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早前環球唱片事先張揚 為了紀念哥哥出一個Remembering Leslie 的企劃 向一代巨星張國榮先生致敬 這個計劃集合不同唱片公司和電視台的一眾新血獻唱 其實早前已經有Ansono Alou的偷情 也有星夢傳奇的冠軍人馬Jasmine 任凱晴 重新演繹另一首Leslie的經典金曲《怪你過份美麗》 所以這一集主角是Jasmine 任凱晴 這首歌由林夕填詞 唐逸聰作曲 已經是一首經典歌曲 亦是哥哥其中一首很好聽的歌 現在由Eric Kwok和周初神共同監製重新編過 Jasmine 的演繹為了一首歌 添了一份清潔和內斂的味道 始終這首歌是用女生的角度出發 訴說愛情故事 說到錄音的過程方面 Jasmine 就說這次是我人生中第二次錄入錄音室 因為之前她在2022年11月已經出了她的單曲正式出了 所以這次就是第二次入錄音室 兩次都是Eric 幫她做監製 這次比起錄自己的歌更加緊張 因為擔心未能將首歌的神髓情願出來 亦都很感謝Eric Sir 即是Eric Kwok 將整個故事講解給我 始終Jasmine 其實都是剛剛十七歲 所以應該就是A0 即未拍拖 所以可能對故事或愛情的理解都不深 所以一定是由監製告訴她怎樣演繹 整個故事應該由Eric Kwok 幫她傳譯 甚至乎她還說有些句子還會親自示範怎樣唱 另外更加容易明白怎樣用適合的聲調和感情去唱 很感恩學了很多技巧去拿捏一首歌 和歌這首經典作品 對於Jasmine來說絕對有難度 她就說這次最難忘是首歌入面有很多技術上要克服的事 特別是一些密密麻麻的歌詞 因為平時唱一些慘情歌多些 今次這首歌的編曲比較輕快 其實講開任凱晴 Jasmine 本身就是星夢傳奇2的冠軍人馬 但其實她小時候已經是學霸 由小時候已經接受這個音樂分圖 在這個濃厚的音樂背景之下成長 有報導就指她其實三四歲的時候已經開始學唱歌 去到十七歲的年紀已經考獲了聲樂八級 亦都擁有ABRSM的歌唱八級和鋼琴八級水平 小時候已經學古典音樂 又練習舞台劇 去參賽之前才跟老師學流行音樂 由小到大各式各樣的學界和校內的歌唱比賽 都贏得優異和不少獎項 所以音樂CV方面就相當亮眼 絕對是音樂上的學霸 雖然Jasmine年紀輕輕只有十七歲 剛剛夠十七歲 但你聽她唱歌 對於聲樂和聲線運用 可能因為小時候已經有這麼深的奏藝 所以唱起歌上來 亦都有點駕輕就熟的感覺 在參加《聲夢傳奇2》的期間 押續一戰唱了林億年的首《瘋鳥應戰》 這首solo跳唱歌獲得評判極高的讚賞 這首歌也是Jasmine在YouTube點擊率最高的一首歌 我印象中好像有五十多萬 第一次solo跳唱獲得評判的高度讚賞 力壓了Janice和Sabrina 其實他們兩個亞軍貴軍都是非常唱得的人 Jasmine也贏了他們 當然除了唱得之外 我相信另一件事更加重要的就是Jasmine的外型 其實在參賽期間 都曾經被指她像《聲夢一》的亞軍 Chantelle 姚卓飛 樣子亦都像韓國女團 Bad Pink 成員Janny 甚至乎有人說她像女演員 尤家欣 更加有人說像韓國女演員 全志賢 總之在過程中 就有很多翻版什麼翻版物的稱號 去到比賽結束之後 仍然常常被傳媒說她是港版全志賢 即是說 剛才所說的全部都是美女 傳得說她像 即是證明Jasmine的外型相當好 又唱得又有樣子 所以一定是備受TVB的力捧 Jasmine在參加《聲夢2》中 一直都人氣高企 除了學完人氣榜連續九個星期的冠軍之外 亦都成為名副其實的人氣王 每輪比賽都唱了很高水準的演繹 參賽期間又唱過《玉蝴蝶》 《歡樂今宵》《喜歡你》《情人》等等 都贏了比賽去到晉級 在發揮穩定的情況之下 最後成功登上《聲夢傳奇2》的冠軍寶座 為何說TVB力捧她呢 大家都知道 唱得哥哥經典歌的 都是當紅或者很有實力的歌手 翻唱到哥哥這個經典歌 成為其中一個向她致敬的新生代歌手 你可以想像得到TVB對她的力捧有多大 你想想 環球會不會突然找一個完全沒有人認識 或者完全沒有Cally的小妹 去一來就唱哥哥的經典歌 去向她致敬 出這個《Remember me Leslie》的一些唱片 出得的話 本身TVB和環球的關係也好 相信也有Eric Kwok的穿針引線之下 所以可以看到Jasmine的地位 在《聲夢2》裡面或者TVB裡面 我相信除了支持之外 她都是其中一個未來成為TVB力捧的歌手 所以很多人除了她像翻版全自然之外 我亦都說她是嚴命欺2.0 說回這一首《怪你》過份美麗 Jasmine唱得也算是有版有眼 以一個新人來計 要唱到哥哥的味道 相信就不可能 因為一個是男版應該是女版 但她亦都唱了她另外一個 比較輕快的版本 Eric Kwok幫助她應該不少 能夠突顯到Jasmine唱的聲音 其實變色度也算挺高 以新人來說 最重要是你一把聲一唱出來 就讓人知道是誰 這很重要 否則聽來聽去 逛街都不知道 原來這首歌是這個人唱的 Jasmine就有她先天的優勢 否則都拿不到《聲夢2》冠軍 我記得她參賽的時候 強手如臨之下 她都能夠勝出 一定有相當實力 所以唱哥哥這首歌 都好像之前Anson Lo的情況一樣 沒有人說要超越哥哥 但是以一個新生代歌手 向前輩之敬 唱到自己的風格 你還想怎樣 給點空間給妹妹 亦給點時間給她繼續進步 剛剛夠十七歲 還在讀書的小朋友 今集跟大家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們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